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一天的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 肖战说,我想做的工艺就是能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,打力量,凝聚起来,打到点上去。 并且肖战也亲自的讲述自己近阶段的行程经历,在复工之后,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给自己的影视剧配音。 而前不久的那一次的不需要应援是因为不止一次的说过,希望大家有自己的生活,爱惜好自己,不要伤害自己。 在谈及对于肖战这个人有没有一个答案的时候,肖战回答说,希望做一个更加坚强强大的人,爱调侃自己,肖战你要好好活着呀。 他轻松的笑着说出了这句话,但是我们知道,他不愿意看到关心他的人,一直沉浸在担心之中。 就像是战战所说的啊,好好生活,没毛病,凡事过往皆为序章,希望肖战能够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。 随后,当被问到,工作量的减少会让你慌吗?肖战回答说,慌到不至于,可以把这些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。 肖战说啊,他已经没有了夜跑的惯例了,但是他客户到了一台椭圆仪,可以在家健身,平时就看剧本啊,看书啊,和看电影。 肖战把很多之前遗留下来的电影都给看了。 在家的这段时间呢,他看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《雾沙》,会把自己带入到陈冲的角色。 他观察到陈冲并没有用到夸张的动作去给自己包装,一个凶利的眼神就直打观众了。 肖战还看了豪磊主演的《春巢》,被演员细腻的处理方式触动了。 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长假,他看起来是肖战人生的另一段折服。 确实啊,在这段采访当中,肖战讲述当中,有一些呢是很让人心疼的经历了。 但其实,为什么大家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呢? 这个采访的视频版很好啊! 秦细将在这一段视频当中看到的是非常乐观的肖战。 他的笑并不勉强,还是以前的他,只是比以前更强大了而已,不好吗? 这个采访轻轻松松的氛围,问的问题很犀利,但是都很多的都问到了新卡上呢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我们也因此知道了他有看自己偶像燕姿姐的直播,知道了他有配音的新动态,知道了他最近看了什么电影,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,不是很好吗? 他一直都在引导我们做更好的人啊,变得坚强强大,而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尽力啊! 相信战战也是这样的,要问他真的从那段黑子的阴影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吗? 其实肯定不会,但是他已经在朝着光明的大门,勇敢迈出了每一步了。 近日有关于肖战的好消息不断,粉丝这边呢,又有喜讯了,就在刚刚研究院官方低音平台发布视频。 视频内容中呢,为律师在近日收到了一位小飞侠的诉讼申请,原因呢,就是在网络上面受到了不当言论的攻击, 因此求助相关部门进行依法诉讼,并且呢,已经正式得出了结果了,肖战粉丝诉讼申诉的判决,真的是大快人心啊! 一位小飞侠激动的说呀,这一百多天的眼泪没白流,还有一位粉丝表示,这么多天,虾也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呀,为这位勇敢的姐妹加油,你真棒! 也有小飞侠在恭喜的同时,善意的提醒大家,谢谢律师,这个是粉丝遭到了网络暴力,也希望战战的案子能够早点出, 让黑子受到惩罚,确实说得非常对,关注肖战的朋友们,对一件事情的记忆是一定很犹新的,那就是在两个月之前, 肖战工作室委托某律师事务所,就部分网络用户散布对于肖战的虚假及侮辱性的言论发布律师声明, 其一便是,有一部分人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各个平台散布大量对于肖战个人生活、演艺事业、社会活动的虚假以及侮辱性言论的行为, 那些行为不仅侵害了肖战的合法权益,造成了巨大的困扰,也严重地扰乱了网络秩序。 在抗议的关键时期,肖战为了避免占用公共资源,一直都保持着容忍的态度,积极地承担起义人的社会责任, 然而针对于肖战的侵权行为越演越烈,所以在23号肖战工作室已经正式地递交了相关证据,依法立案。 目前由于案件是刑事案件,所以过程比较复杂,案件依旧在依法调查当中, 但是这次的粉丝胜诉的事件又为正义增添了一份力量。 虽然粉丝的这次案子结束了,但是正义之路才刚刚开始,正义也许会迟到,但是永远都不会缺席。 期待不久,也可以听到肖战案件的胜利结果,拒绝网络暴力无论是谁,都请互相尊正, 网络绝对不是可以实施网络暴力的挡箭牌。 这一个星期以来,肖战的动态已经连续打卡7天了,先是肖战本人的动态,然后是工作室的日常Vlog, 紧接着是供应项目被电视台报导等等。 近日的肖战制作饮品高清特写照,一次又一次的惊喜,已经让很多小黑傻们激动万僧了。 即将到来的第8天,在胜诉消息出来的同时,又传来了一个小惊喜, 那就是肖战代言的小露茶品牌,悄悄发文称,有惊喜明天见。 其一将之前的文章当中也提到过,这个品牌前不久还更新了肖战的宣传海报, 所以肖战的第8天不断根,会不会就是在这里出来呢? 提供给大家参考啊,感谢你的宝贝,可以蹲守一下啦。 飞科班出身的肖战,背后付出了努力值得所有人尊重, 他像一束光点亮了黑暗,因为他会督促大家变得更好, 因为想要一点点的跟上他的脚步,所以用多长时间都可以,慢一点也没关系。 最后奇异将想对大家说,这个世界上面有两种人, 一种是爱我们的人,一种是恨我们的人,我们要为爱我们的人活得有声有声, 而不是为了恨我们的人活得嫩嫩不乐,成长永远在路上,一起加油吧!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那么请你给出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!